为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二馆的花生客厅 从二月开办声音人才培训课程 包含进阶音乐制作实务班 以及初切声音工程实务班两个班 在11号晚间举评成果发表 学员将三个月所学融合自己的创作 带来不同的音乐曲风 也期盼更多学员在课程结束后 继续秉持初中创作喜欢的音乐 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二馆花生客厅 从二月开办声音人才培训课程 为期60小时12个礼拜24堂课 终于在5月11日举行成果发表 11组学员带来各自在这三个月所学的音乐作品 共同分享交流期间的心血结晶 因为我想要自己用软体做 可是后来发现自己还没有那么熟悉 所以最后听出来还是只有吉他跟自己的和声 但是还是很感谢这个经历 因为我本来听节拍器的话 我就会变成这样 就会一直想要去 我不会讲欸 符合那个节拍 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忘记唱歌的那个情绪 就是歌词里面有提到说 出新古变 从现在开始出新古变 可是我发现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 我会为了录音而录音 然后就忘记自己唱这首歌原本的出新这样 有团队进来的时候 然后不同人给不同意见 然后不同感受 然后你要在依照不同人的回应去做修正的这件事情 然后对我来说是过去自己做音乐从来没有遇过的巨大的挑战 发表会上带来有乐团音乐 足语创作以及世界乐器演奏等 由华生客厅店长加木朗 讲师王济三 助教和多位学员 其聚聆听并交流分享 学习过程和对作品的心得建议 而且三个月每个礼拜三 还有人是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 然后影迷啊等等的 都很从那么远的地方 然后助教本身就也很给力 但停场又再另外花时间 在不管在其他地方还是在这边不停 都我觉得都很用心 那也很感谢这次就是 我们这个课程的计划 其实是有文化局给我们 足够的精备来做这次的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在助教啊 还有我们在社会上啊 的资助群都受到蛮多的鼓励 那我们未来还会 也希望能够预计有开设 类似的课程 那可能会就不一样 类似像说混音啊 或者是比较多的或编曲的 或者说再开一个更初阶的班 这种其实都是 因为其实我们这次要体验的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理论的班 不是一个教你怎么学习系统的班 就是我们当初在设计的课程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明定 它是一个实务班 什么是实务班 实务班就是 所有的事情我们要自己决定 我们遇到任何困难 要自己去面对 位在铁道园区二馆的花生客厅 因为地震影响 二馆将进行整修 并前往一馆进驻 加莫朗表示 预计六月第二个礼拜会正式营运 人鼓励学员再回客厅创作 未来也将预计开设相关初阶课程 期盼有更多乡亲能认识音乐的制作 产生更多音乐的火花 记者长邦彦理事报导